完命关头酒上映大喜 理论上应该开开信心 162万块钱 F9最新的《快速和火力》 一大幅版本 而且票房 但片中当大翻派的John Cena 怎么还没开香槟 反而先对着镜头 评评道歉呢 搞半天又是政治问题 John Cena接受台湾媒体访问 就因为提到台湾是第一个 能看到芯片的国家 让中国网民刷一排不是爱心 是刷一排玻璃心 甚至还有账号 XYZ123456007的铁粉骂道 剧情说中文还一帮人就夸呢 这下暴露了吧 去电影院 看这个电影速度预计新秀 这个电影非常好 《完命关头酒》 在亚洲宣传 派John Cena出来讲中文 噱头比电影中 开车跟飞机一起飞 又看头 偏偏一句话成千古恨 让电影中能跟唐老大 角力的美式肌肉 终究只能低头 I could just take things from my real life and allow them to blossom on screen 三立新闻专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